7月22日,生态环境部通报了2018年6月和上半年1到6月空气质量状况,按照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有关要求,生态环境部在原有74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基础上,将排名城市范围扩大至169个地级基础。 以上城市,包括经经济及周边地区、长三角地区、分为平原、成余地区、长江中游、珠三角的重点区域以及盛会城市和计划在列市。 从本月起,每月发布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20个城市和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20个城市名单,每半年发布空气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好和相对较差的20个城市名单。 2018年6月,169城市中藤山、建成、太原的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从第169名到第150名。 海口、黄山、珠海的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从第1名到第20名。 具体排名如下,2018年16月,169城市中藤山、石家庄、邢台的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。 海口、黄山、拉萨的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。 具体排名如下,与去年同期相比,2018年上半年169城市中,衡水、宝定、银川的20个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好。 从第1名到第20名,长洲、西宁、嘉兴的20个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差从第169名到第151名。 在空气质量改善较好的城市中和南九四市上榜,分别是安阳、焦作、郑州、洛阳。 具体排名如下,来源,大喝客户端。